虽然现在五代女团也逐渐登上舞台,随着Ghetto,Azone的出道也逐渐彰显出五代女团的力量,即将实现掌握大部分女团市场的地位。 不过四代女团在目前来看,还是占主导地位的。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,谁是各项四代第一吧。 Mamamoo的走红一方面是靠实力,但主要还是靠前期姻缘质量比较好。 Mamamoo靠着复古三部曲和实力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,记得在OHAEA时期,Mamamoo当时打歌神仙组合很多,但依旧是挤到了姻缘榜单前五名,这个成绩在当时新人组合很突出了。 之后他们就有了萝卜应援棒以及可爱的粉丝。 之后商演还有平常演出时,因为私人抄群的唱功实力,更是做到了全开卖的爱豆组合。 所以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四代第一实力女团Blackpink最近Base金智妮回归了,虽说成绩好,但是也受到了各种嘲笑吧。 毕竟粉丝还有其他黑点上,Jenny被黑得挺惨的。 那说到Blackpink,就是鹤丽鸡群在四代团中,毕竟从出道就是走girl crush,尽管前一段时间还是清纯女团更是香。 所以说帅气有个性的女团非Blackpink莫属。 Blackpink是女性的帅气,Friends则是清纯女团第一,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和我感觉相同,认为Friends就像是Apink一手带出来的感觉,因为这两个组合都是大家普遍认为的清纯代表团。 校园三部曲到后来夏日系列,Friends就像是名字一样,能够给我们带来清新的感觉。 说Friends是Apink的延续,那Red Velvet就像是F、X、组合的延续。 Red Velvet也是司马家的概念女团,与少女时代那种接地气的国民风不同, Red Velvet的走向更类似于玩音乐元素的F、X、组合。 从每次回归的MV概念就知道,一般人可看不懂其中RV要传达的寓意那说TWICE成绩第一自然没毛病, 女团的成绩以及地位主要考察的是,有管播放量、专辑销量、因缘排名这几大点。 那TWICE与另外的BLACKPINK、Red Velvet不一样,因为TWICE没有缺陷,每一样都很出色均衡, 于是也是大家心里无可争议的四代第一名。 宇宙少女个人认为在其他美艺方面好像都不如上榜的其他女团, 但是还得表扬一样与少家的Cody。 尽管是一个13人的大组合,但是宇宙少女在每次回归中, 总是可以穿上像魔法一样漂亮的衣服,同时还可以经常不重复的换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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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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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明镜与